就來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把他推下來 現在我沒有打算要拼鑽石 我目標只是就是要把這個推下來而已 因為拼那個鑽石齁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 因為那個鑽石 我看網路上 試試看 看60枚 再充100枚看看能不能下來 有辦法嗎 感覺 沒在前進 哎呀 他跟那個一樣就剛剛就突然 突然間的掉了 可是因為他太高了 然後他很重 我覺得他應該要掉應該 你看 你看 你看他 是前面的那個幾個小的先掉 哎 6060 60會掉嗎 我覺得太重了 太重了 你看他往前推 他等於是 因為太重的關係 睡前都會往外 100枚 好用100枚試試看 100枚試試看 現在真的都只能充幣啊 用那個幣 幣數然後 看他往下推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 他的那個錢都會往外圍 而且他往外圍倒的話 如果是你左右兩邊掉下去 你還是沒算彩票的 你只有掉中間的部分才能算 所以其實你要看他很幸運的是 你推的時候 你看100枚還是沒辦法 所以 我想我想一下 我現在應該還是也只能用 充幣的方式啊 因為 如果你不用充幣的 沒辦法往前推啊 看起來是 沒有在移動 30還下來 天啊 這麼近的距離 很下不來 我看這個 哇靠 我來 我來試試看 哎呀一直 沒中 我在釣 我應該在釣個50米 看看能不能有機會 中 哎呦 有 40枚 看40枚 有個機會 哇哇哇哇哇哇哇 完全不會金 不會當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都是那旁邊幾顆在動 這好像有 需要點策略吧 看一下喔 在想 這個策略要怎麼 往中間掉 往中間掉 他要怎樣才會往中間掉 往中間掉喔 往中間掉喔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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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全不會動 慘 要往旁邊動 就這個掉下來不知道會幾張 快倒了 你看他的傾斜 你這樣看應該看不出來 你從這裡看他已經 已經 已經是 比薩斜塔的狀態 結果還不給我嚇 嚇我一跳 OK 被嚇一跳 終於 終於我把那個 小塔弄出來 因為 都已經快上了 我們就把他上一上吧 等他跑 看一下能不能上一下 你看 總共有幾張 剛剛那個大塔掉完 正在等他 統計彩票 到底有幾張 我剛剛是 你們有看到他剛剛那個塔其實是寫的 然後我其實 就是 我現在是要讓他再 照一個 隨便照一個小塔出來 對 反正他也都已經 要上了 就沒差 沒差 這個 可是他現在統計的速度很慢 他是 統計你總共有幾個彩票的速度很慢 數字還在增加 我在等他實際統計好數字之後 然後 我再給你們看到底 我剛剛 推下來那個 到底有幾張 178 這是 彩票的那個 那個 數